郑秀文和錢家樂這日出席慈善活動 為香港節節性硬化症協會籌款 Semi還應大會要求在台上跳花式跳繩 不過就好像有點狼狽 講到長期病患Semi自己就有好心的體會 因為其實我媽媽自己本身也有個挺古怪的病 就是一個自身免疫系統的 就是自己的自身免疫會打自己 會攻打哪裏呢 每個人就不同 有些人會打內臟 但是我媽媽就是會打她的口水 所以其實這十幾年她是一滴口水都沒有 但是這個病古怪的地方 是她又不會令你有死亡的危險 但是她就令你很不舒服 你的口正常應該濕濕潤潤 她就好像一個沙漠一樣 所以我特別明白這種 萬聖疾病病人的精神 和身體上的負荷其實是很重的 提到Semi即將就會去韓國為電影宣傳 應該可以趁機在當地吃完九本 真的不行 不可以 都算是好知識 和關錦鞋導演合作的八個女人一台戲 就入圍了虎山電影節 其實很久都沒有試過電影又入圍 所以自己都覺得挺好 好像重新出發的感覺 不過不會特別抱著大期望的 就是去學習一下 本做事本玩的心態